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然他最后倒没有那么早死 虽然他自杀过好几次 我就看他自杀的记录真的是让人揪心 第一次自杀 当然很多人说他自杀是因为怕自己连累到胡宗宪的事情 或者说被官员给抓走 我倒觉得不是 就一个人如果真的装疯卖杀 他能够残害自己到这个地步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他第一次自杀 好像是第一次就拿那个利斧照脑袋上砍 我看徐文长传里面说叫揉之有生 就是揉起来里面骨头都咯啦咯啦响了 到那个地步 估计颅骨都已经碎了 那几乎立死就不远了 然后还有就是找一个长的锥子插到自己耳朵里 然后往地上当一倒 然后扎到 好像应该 我觉得那个长度应该扎到脑子了 但是居然也没有死 再到后来还有各种各样的自杀的行为 但也很奇怪 都没死成 到最后疯癫越来越疯癫了 夜里面然后起来把他老婆给杀了 然后最后判了死刑 但是后来被搭救了 也没死成吧 坐了七年牢 出来之后反正就是穷困潦倒 所以后来他像这个 来看这个 这是他很有名的一幅《墨葡萄》 上面写叫《半生落魄》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 孝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迈 闲炮闲置也腾中 这就是一种穷困潦倒 一种自嘲 他 我 其实徐卫一直到死 其实都没什么名声 他真的是要感谢一个人 就是袁洪道 袁洪道大家应该知道 有文学界非常有名的人 明朝 兄弟三个 他跟苏东坡差不多 苏东坡是 苏东坡他爹 再加上他们兄弟二人 叫三苏嘛 特别有名 这个袁洪道也是 袁洪道三个 兄弟三个 袁中道 袁洪道 袁中道 湖北公安人士 所以又称公安三元 非常有名气 原来在无限当县令 后来自己辞职了 我就看历史上徐文长传 就是袁洪道写的 没有袁洪道就绝对没有 不能说绝对 反正至少徐卫不应该那么红 因为袁洪道非常有名 把他给挖掘出来了 我看的就是 袁洪道的有一篇 徐文长传里面提到的 我给大家读一下 今天因为我 就随手给大家准备推荐 我自己非常喜爱的艺术家 所以我也没多做很多准备 所以我讲的可能比较凌乱 大家原谅 袁洪道说 有一天 我坐在陶王林家的楼上 陶边修就是陶王林 也是明朝一个有名的汉林 跟徐文长是老乡 也是少姓人 袁洪道就在陶王林家楼上 就随便书架上抽了一本书来看 叫《雀编》那本书 徐文长写的 你看那个书都已经 被煤烟熏的都发黑了 看看 看了两篇 说这个不得了 它原文叫 不绝金月 就是 怎么会有这么好书 就跳起来 不绝金月 然后就把陶王林喊过来 说这个雀编是什么人编的 什么人写的 这是古人还是金人 陶王林跟他说 这是我老乡 这个说你老乡 你一定要介绍我认识 陶王林老乡已经死了五六年了 哎呀 说太可惜了 说这个 这个 然后就跟陶王林一起 接着再读这本书 就又接下来说 于是两人乐器 就是 刚才是一个人精月 现在是两人乐器 两个人跳起来 在灯影上 灯影下 读副教 教副读 就是看了就拍案 叫绝 然后叫了以后再继续读 就是如此这般嘛 然后于是他们的 什么丫鬟啊 仆人啊都被惊醒了 这是在夜里 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挖掘 于是他就给徐文长 写了一个传 后来就发现 不是诗好 不光是文好 画也好 这个 当然徐文长 一直说自己 徐文长 这个 我发现艺术家 给自己排 排这个 这个 技能 往往都是反过来的 徐文长好像 是这么排序的 说我是文第一 然后诗第二 字第三 画第四 你看今天实际上 是反过来的 大家认为他最好的就是画 当然他的诗也很棒 文也很棒 他还写过那个剧本 叫四生元 这写的也非常有趣 一个是 袁洪道 还有一个 其实你看历史上 这个 画画 因为为什么 徐卫画得好 因为他 他在当时 他真的是一个 这个 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然后从 徐卫之后 你看徐卫之后 八大山人 这个 包括 扬州八怪 郑板桥 包括后来的 齐白石 这些人 跟徐卫 那都有 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郑板桥 我看那个 袁美写的 这个文集里面 曾经说过 说郑板桥 曾经给自己 刻过一方印 大家记住这个典故 非常有意思 就是 他们这些人 看这个徐卫 就已经碍到什么地步 那都不是五体投地了 那简直就是 趴在地上 匍匐在地 郑板桥 给自己刻了一方印 叫徐青藤 门下走狗 正谢 就是 我愿意给 徐卫 当走狗 后来 这个 齐白石 也说过一段话 说我就恨不能 早生个几百年 给 徐青藤 给八大山人 给他们 扑纸磨磨 当一个小书童 哪怕被他们 叫呵斥于门外 叫踹来踹去的 扼而不去 也引为快载 就是你看 他们对他 已经爱到这个地步 所以 我们 如果有时候 我们不太 我记得我小时候 那时候 小时候 我父亲经常 逼着我画画 逼着我去看一些 这个 艺术作品 那个小时候 哪能理解这些东西 看这些画什么 乱七八糟的一片 水墨 把好好把一张纸都给糟蹋了 小时候完全看不懂 所以有时候 就会说一些大不敬的话 但是到年龄大了之后 二十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不知道怎么就开悟了 就 就 看到这东西 觉得 哎呀 那真的 你就突然觉得 哦 原来正满桥 原来七八十 他们说的 那可不是假话 那是真的 真的就是高山洋指 让你觉得 就 你有时候 看懂了这些画 你什么感觉啊 就是我有去 这个 成都 去成都 成都旁边有个乐山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乐山 看那个乐山大佛 你们一定要到乐山大佛 不是脚下啊 他脚下还有一个江 那个三江口 过了三江口 在对岸那个地方 你就站在那仰望 你就仰望那个乐山大佛 你有什么感觉啊 你就觉得 天哪 这个 这个 如果是一个山 你可能没的感觉 因为它没有人格化 你把山 雕成了一个佛像 你再站在底下 你顿时觉得有那个 就格里佛游记里边 那个感觉 那个巨人啊 你 你 我天哪 你被描小了一下 那个感觉真的是 终身难忘 你看这些伟人的作品 也是这样 徐卫的话 说实话 咱不是说狂话 有很多名画家 包括张大谦的话 你去看看 你都能在一些画作里边 找出来败笔 但是徐卫的话 很难找出败笔 几乎就看不见 但这不是因为崇拜他 就是因为 他真的很难找出来 好像那一笔 那一末 那个末的 他就天生 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 就戛然而止 他好像知道似的 你知道中国画 他有一个 很奇妙的点 就是我这支笔 站上水墨之后 我挥洒出去 大致的方向 我是知道的 但是这个水墨 到底跑到哪一分 哪一寸 哪一个点 突然戛然而止 这是我预先不知道的 所以他才有一种 很诱人的美妙 就是 就是有七分 是我能决定的 最多有七分 剩下的三分 是老天爷注定的 是交给大自然的 是鬼斧神功的 就是这一笔 泼墨渲染出去 那个水墨 到什么地方 戛然而止 有时候冥冥之中 好像就有这么一点 比较玄乎的东西 徐渭的这个画 就很奇怪 你就完全不知道 他是怎么控制 这个笔墨的 我给大家 虽然我知道 大家可能对于水墨 不是人人都了解 但是我非常希望 大家去看一下 这幅画 这幅画叫黄甲图 这张画在故宫博物院 里边藏着 就每一次他展出 我都一定要跑去看 就只要我知道 我就一定要跑去看 有时候在这张画面前 我能就这样 站三个小时 甚至四个小时 在场都没问题 就一点一点看 我就 当然有人就说 说他这个上面是 这个水墨里边 是掺了胶的 所以他控制了 这个水墨的流动 但就算是这样 你怎么能知道 掺了胶以后 他一定跑到这个位置 这个 这个底下 这个螃蟹画 水墨画就是这样 就他并不像西方画那样 画得非常的严整 就每笔 每画都给你画到 不是 他大部分的内容是 是有那个意思 但是形状是不连着的 是要靠你的这个读者 这个用大脑 去给他贯通起来 就是鼻端一连 那个意思靠你去连贯起来的 这就是他的妙处 但是 他怎么 你看这边 这是全图 就看起来简直是 妙不可言 好了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 希望大家去 找来一看 这个图书平台上 我注意看了 徐渭的话 本来就卖的并不多 其实知道徐渭的人 业界知道 美术界知道的人比较多 但是外界知道的人 还不是很多 所以他的书 卖的也很少 当然现在这个书 也太贵了 太制作 太精良了 我认为大家 也不一定一定要买这个书 你们到网上去找 那个高清大图来看 也可以 我徐渭的书 我买过四十多本 就是从二十年前就开始买 那个时候印刷都很糟糕了 这个书好像就很多 十块钱一本 然后那个时候买 后来一发现 有更好的书了 然后赶快升级换代 就这么一步一步买 一直买到像这种 非常精变 还有那个卷轴的我也有 我就 我买徐渭的书 已经完全成一个痴呆状态 我最记得最清楚的是 我花了一笔冤枉钱吧 这个绝对算一笔冤枉钱 去找人买 就是这种印刷品 它的电风图 高清电风扫描图 买来之后在我的电脑里 我可以放大 一寸一寸的去看 那个当时卖的很贵 因为没人 没人卖过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 反正就弄来就看了 就是爱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跟大家讲 网上是有高清大图的 你们如果不买书 但买书的好处是 你可以随时翻阅 书这个东西 就像这种东西 就是人类的贪婪 有时候真的是 一本好作品 你特别爱的好作品 你特别想把它占为己有 就是经常拿过来 就跟那个 六祖惠能的那首诗一样 叫时时常服事 不时染尘 不是惠能 惠能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 就是 惠能就是反他的一首诗 叫时时常服事 不时染尘 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时时刻刻 你都想拿过来看一看 真的是 就这种感觉 我以前给大家开玩笑 就是 如果说 有一天 我一定要被人困在一个牢笼里 说给我困上 时间不能太长 困了半年 你给我这种印刷精良的 诗文画 许位的 你给我 半年之内 我可以安然度过 就跟原来那个电影 《萧神科的救赎》里面 那个主人公一样 被关了禁闭 关了那么长时间 出来以后 育友就问他 说你怎么没崩溃呢 他说 摩扎特和贝多芬 在这里陪着我 实际上就是这样 我特别希望大家 去了解一下 许位这个人 好了 这次推荐的这个私货 就到这里 再见